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湾区发展其实不是一天一天的事情 亦是大湾区这么多的城市 大家配合来发展 我们香港商会是身处于粤港澳大湾区里面 我们非常之关注区内所有的发展 横琴、粤澳、前海的紧密合作 其实对我们非常之有利 我们香港商会会继续关注 在这个新政策对于企业税收 人才优惠各方面和我们的会员研究 希望我们香港商会能够发挥我们一个牵线 和做好我们的搭桥的工作 说得很清晰香港 希望可以做到些什么 比如说我们最近和朱月坊 做了清创地图 就是在大湾区 我们写了哪个城市区域 他们可以去研究 里面其实是包括一个在横琴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会员朋友 去多一点了解这个区域的发展 大部分在广东省公众的香港人 他的家仍在香港 他的心仍在香港 其实永远都有很多很多的关系 所以因为先几年香港发生了很多事件 香港也好在内地的同胞也很痛苦 新的选举制度是必要的 知道现在在参政的人 一定是外国 这是基本的条件 你才可以推动香港 粤港澳青年作业者和企业家 现在看到国家继续发布横琴、粤澳 前海深度合作这些方案 非常相信是前途一片光明